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请张医师开始 我们今天还是以修法为主 那基金会一些志工他们的考核 也差不多都考核过一轮 会发现他们手法的问题 我相信不止台北会有 全球很多在学习的人 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这些视频都比较属于临床实用的 希望对大家在匿集手法上 会有帮助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 2022年3月20日 实作教学与答疑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子女她在2021年的11月 那被西医诊断是有肾衰竭的部分 然后给出的治疗方法是需要去做洗肾 然后之后去派就是移植 或者是庆祝移植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当中 我们也展转看了非常多各大医院 想了解一下 会不会她有一些是诊断有误啊 还是一个怎么样状况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她 那但是结果都是没有 就是她就是西医给出的这个方法 就是这些各大医院给出来方法都是这样 那后来是在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们有到台北基金会 那那天非常幸运就是张医师有在现场 那也跟我们讲了非常的多 那也让我们更理解就是 到底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受益良多 因为其实你听了太多太多的讯息 那很多事情是你当下会很彷徨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那天张医师播空 让我们去了解这整个事情的发生 跟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然后他可以要怎么样的转变 怎么样的好转 这让我们会更有信心 什么叫病就是有症状 人哪里不舒服啊这些一团 如果没有那其他的变化都属于老 譬如我头发白 那个但我没有症状或脸皮皱 那这个就是老 那如果以他的 他不属于轻重症 轻重症是以按特为主 只要把开关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但光就他容易疲惫 还有他吃饱饭也是会比较苍白 这样来看就足以认定他是属重病 好那重病的处理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 所以原始点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是 西医是靠外来的仪器来帮他洗肾 但一洗就这个孩子我认为就鬼了啦 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现在这么小 一洗就一辈子靠外来的一洗才有一个问题 他以后不想洗也不行 洗久了因为里面的功能都已经萎缩 长久不用 那就是注定他一辈子要靠仪器洗 那洗会非常麻烦 然后每洗一次他等于是冰敷一次 所以一般洗肾的患者长久生活会很不自在 因为也不能去长年里学嘛 随时都要准备要什么透析啦洗肾啦那一类 长久洗寿命也会缩短 这是可以确定因为冰敷嘛 冰敷点我刚刚讲的他最主要的观念是 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而不靠外来 那外来的一些坏的东西寒凉的 他因为热能不足了嘛就不能吃 包括冰啦水果啦一些比较凉的 甚至甜食啊那些都要净 然后更要净的是西药 西药比那些更寒凉 那如果你相信他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理 你看一点就是所有的方法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既没有用药也没有侵入性 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想清楚 你们是要让他以后靠一些仪器 来帮他外来的力量 来帮他一辈子呢 还是让他像健康的人活一辈子 检查的异常指数自然化的现象 而非病态 有一个人年纪轻跟年纪大的血压 那个指数啊本来就不一样 但你硬要说他是病 那西医说他是病 你们就认为他是病 本来身体随时都在标 他在各种情况下他没有症状 什么都没有 体表的会老会病 体内所有检查出来的也只有这两种 不是老就是病 他的异常指数是老而非病 那孩子根本没什么啊 他唯一病的就是容易疲惫嘛 这个我们要赶紧帮他嘛 然后吃饱饭后会免色昌白 这一定不对的 那个热能已经不足了 如果体力再下降 那这个就有威胁生命了 而不是洗肾的问题 他根本也不是洗肾 肾跟心脏有没有关系 心脏如果不跳他肾会好吗 所以那你自肾一定还要补肾啊 补心啊 如果没有热能去推动 你心脏能够跳吗 所以我要给他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层层关系啊 他光洗你的身 其他都不补 当然他不会好 要好就要整体的把他体质照顾好 我这样才能够让他一劳永逸 一辈子他会活得很健康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有不断的去找很多很多 知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真的很突然 就是他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从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是变成一件非常严重 然后极度一场生活的事情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几次很大的转捩点 就是我们去基金会之后 开始把原始点带到生活当中嘛 那但是因为在前面的部分 其实身体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有一度就是 我的子女他越进来了 但是他那时候越进来了 10几20天他都没有停下来 然后其中其实每一天几乎都是有血块的 那就是类似就是血缸的状态 然后所以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他到了后期 其实他体力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他前面的时候他其实每天都还能走啊 然后只是他会需要睡午觉 可是在这个旌旗的尾身的时候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走 然后到最后甚至是他的 他的他的状况已经是严重到他必须要再次的去输血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太严重 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走 那家人是非常的紧张送他到急诊去 那到了急诊之后就是发现他的血色素只有2.5 那他有很严重的想要吐的这些症状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给他进行了输血 那但是其实输血完之后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在身体上感觉马上的舒服 他的气色是有回来的 但他身体并没有感觉到马上的舒服 那但是后来张师有来教导我们 然后如何去给他按推 那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原始点的手法去给他按推 那张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 你可以用怎么样的手法在他最舒服的状态下去 把他做一个解症的部分 然后让他的热能是可以吸收的 因为他有一度是他的热能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就只要给他用红洞袋 他会觉得非常的燥热 那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 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非常的依照原始点上面的原则 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那我会这样子提到是因为其实在 他大写工之前 我们有些部分做的其实不是这么到位 例如说他的姜汤 我们熬的时间不够 然后他的浓度就是不够 那再来是我们的饮食也没有完全遵照温热性饮食 那但是他在大写工然后书写完 我们就完全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去帮他做一个调养 然后他进行温热性饮食 然后每天我会帮他做按推 然后会帮他做热敷 然后甚至我们还会进行姜汤灌肠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坚持 他的身体有很明显的好转 从一开始他跟我形容他的身体像是灌了千块一样 其实他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身体是这样子的 他的手脚所有都是举不起来的 就像是被人家用铁块帮助一样 可是在我们每天这样落实原始点之后 他的状况慢慢越来越好 然后从腰抱着到厕所上厕所 接下来是他可以自己走去厕所 然后再来是他可以做运动 那我觉得这一切的变化 他看起来好像很不真实 但是他其实又很真实 其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当中 但是我很希望我可以找出时间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段经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你发现疾病 然后到你跟疾病去对抗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很像是你独自一个人走在这个漆黑的夜空当中 那你会非常的迷茫 你不知道前方是哪里 你甚至也不知道你后面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预言是点相遇 然后我们接受了张医师的指导 我觉得他就很像是在这漆黑的夜空当中的 信心一样照亮着我们前行 让我们充满了信心可以去相信 那也因为你相信你坚持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转变 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因为病情的反复 然后感到彷徨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打开YouTube的频道 然后看着张医师的直播 然后让我们去藉由不同的案例 然后更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没错的 那也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去更微调你现在在做的事 张医师跟我分享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 就是张医师告诉他以病为师 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不断的在观察 那我们就依照这些变化 然后去根据原始点的这个疗法 我们去做一些进行 那其实我觉得真的说的答案都在影片当中 然后也在书本里面 所以其实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不断的去看书 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让我认知非常深刻 其实第一个就是温热性是真的很重要 那再来当你有状况 你状况的时候不需要紧张 按推它可以帮你去解决 你当下的不舒服让热能进去 其实你的状况很快就可以缓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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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妹妹大家也看了 她被西医检查出来 那时候肾脂素一直飙高 那再来就是西医认为她只会越来越恶化 所以一定要洗肾 那洗肾之后 他们西医的计划是 再看看他们家的亲人 有谁能够跟她配对成功 然后两个肾脏都要移植 就是在亲人当中找好的肾 来换她不行的肾 那我评估这是一个很大工程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洗肾 原来西医不是这样 他们洗完肾 这个过程中是正在找 就是家人看哪一个的肾 可以用到妹妹身上 那我想这样下来 第一个移植外面肾脏去妹妹那里 即便会改善 但妹妹也会吃一些抗排吃药 类似这样 长期吃你妹妹的体力也虚 应该不是最好方法 而且家人亲人 即便有好的肾移植给她 那她的家人 毕竟肾脏肩一颗出去 另外只有一颗在负担 当然还是可以运转 但毕竟没有两颗好 这个很明显也会对家人 都是一个负担 那所以我的建议是 看起来妹妹就是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我强调还是以热源为主 那因为她身上也有一些症状 所以以按推为辅 那接下来你们就看到了 就是她在叙述 其中有一次就是妹妹比较严重 那去检查 就是她MC一直流血 淋漓不断 这样流很久 她脸色也蛮苍白 所以去检查 就是血红素只有2.5 那输完血之后 他们就赶快出院 就是想用原始点 但当下又 就是觉得她很多症状 也不大会咀嚼 因为她只有躺在床上 那即便整集床在旁边 好像连翻身过来的力气都没有 那下床也没有力气 所以当时候的情况应该算蛮危急的 也就是我说的应该还是属于命违这种味道 虚到然后也吃不下饭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 他们家属有跟我联络 我说可以到基金会 但那时候身体很虚 他们怕没办法 所以我只好有去她家 然后看 那看完之后发现 他们整个就是卧室里面 通风不是很好 然后妹妹那时候穿着很多衣服 蛮厚重 在这样小小的空间 这样对这样的环境对妹妹是不利的 所以也建议他们 妹妹不要穿厚重衣服 然后旁边用电热器 然后让整个环境温暖舒服 还要有一点通风 那之后我再教她床上怎么按推 即便没有整机床 那他们说妹妹会很糟热 但经过这样按推下来 我帮她按推 所以妹妹那一天就觉得很舒服 她很舒服 她就突然间胃口大开 就吃了一些东西 吃完因为可能吃太多 胃又开始不舒服 所以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讲 饮食上一定要控制 就是少量多餐为原则 那我发现他们家人在照顾她非常用心 尤其她阿姨 不断我教他们怎么按推 他们就都如实的去帮她 所以你们看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然后那时候是脸色是苍白的 几乎也是刚输完血 还是因为她还是在流血 看起来脸色还是很苍白 那还身上那些前身 常常有一些症状 尤其是以胃长 最为不舒服 当然她之前也曾经腿扭伤来基金会 我帮她按推过 所以我认为从头到整条脊椎到臀部 这些都要按推 所以我就在床上按推给她阿姨看 那之后就是由她阿姨来帮她 然后包括一些饮食 他们就比较注重一些细节 那常常会跟我们联系 那也指导他们 所以感觉上最后一次就是前不久 因为她可能吃东西又出了问题 大概饮食不新鲜还是怎么 听她家人讲 然后胃肠不好又有一点拉肚子 那体力下降 他们就有一点紧张 所以我又再次去她家看一下 发现这个是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不是大问题 那还是强调继续用按推跟热源 这个部分 那饮食再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看她的血色 最后一次去看 跟我第一次去看 这时候已经差很多了 也就是她脸色已经开始有比原来更有血色 没有那么苍白 所以我确定她应该正在好转 而且也能够自己做一些 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然后还是可以下床走到厕所 这些体力都慢慢在增进 所以感觉上 她已经慢慢脱离险境 所以即便偶尔吃错 就是吃了一些不新鲜的 但我认为那个很快就可以恢复 所以最后 大家也看到 这个妹妹也慢慢 就是好转 那她阿姨就把这一个过程中 也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仪器检查出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当参考 但是更重要的是 真的要以人为本 这么虚 然后孩子不是到真的不能救 我听说当休息 一直跟他们讲要洗肾 就是因为肾指数一直飙高 他们家人很紧张 然后我教他们一定要以热源为主 好像他们回去就开始给她喝姜汤 还有温敷 然后配合按推 然后再去医院 隔几天再去医院检查 那个肾指数就降低了 那西医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降低 所以他们也不再一直强求她要立刻洗肾 那也争取到他们可以接下来用原始点 所以有时候指数你看 你提供热源按推 有时候这些异常指数 身体会去自然调整 不是唯一当作数据 当作这样来参考 然后就要洗肾 就要患肾 这是一个我觉得蛮 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被西医诊断 要洗肾或使用 事实上是可以努力一下 如果能够懂得热源按推 还有配合运动 有一些是真的可以不用洗肾 好 这一个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石座教学2 车祸不能行走 你是什么时候时间车祸的 109 11月 11月13 发生车祸 车祸之后 手脚都断上 对 左手浸观粉碎性骨折 然后右宽节 宽观处骨折 然后左侧骨干骨折 OK 好 这是你的诊断筋 对 这诊断筋 那之后就是 都有做副 开刀钢钉 这样用完之后 然后它开始做副镜 有 刚开始只有做手部 然后它是脚叫我 练习走路而已 然后练习走路之后 就是 疫情关系又停掉了 大概4月中停到8月中 去年的事 对 4月到8月停诊嘛 然后8月之后 8月中才开始 又去做脚部副镜 到11月份的时候 做副镜的时候 都会一直痛 然后到了 今年1月中的时候去回诊 给我的主持医说 不行 我找我们主任给你看 主任帮我照X光摄 就是刚刚那个相片 所以我那个框框节那边住 预和不完整 建议我说要开刀 好 那你现在能不能走路给我看 走路痛哪里 它也指出来 现在 现在这边都会麻痛 在膝盖 这边这边都会痛 小腿 小腿也会啦 这里也会是吗 这里也会 对刚刚起来的时候 这里跟这里 对 好 要不要能扶着 要不要能扶着 不敢正常走就是 我知道 让它扶着 我要照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 对对对 它也没力 它有长短脚在 我知道 它也没力 对对 这个不是长短脚 走路也都痛 对不对 每步都很寸步难行这种 对 如果初步啦 我光看这些动作 我的判断 你走路是这里痛 还有这里 甚至小腿 对对对 那以延时点的角度很明显 它就是臀部 然后痛多数他处体伤 应该按完会改善一点 照理应该会改善 但是是不是因为你开刀 他们不敢用力按 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已经开刀蛮久 事实上是可以按下去 因为我们是按筋 不是在按那个 就是手术的地方 那医生我最想要你诊议图 因为一般开刀 他医生说一般都一年骨头都会长出来 正常一年内都会骨头长 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他那个骨头没有全部长出来 癒合不完全 在那个颧骨这边宽关节这边 他医生说有一个漏洞 骨头没有长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没关系 绝对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即便有时候骨头不能癒合 他那里旁边的组织也会帮他包起来 或是怎么样 所以身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 所以但是西医一直还是在找这里 但是这里我认为应该 好如果是这里照他讲的是骨头癒合不前 或是什么 那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怎么按他都没效果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癒合不前才造成嘛 那我按完他不可能骨头立即癒合嘛 那这个是常识嘛 那如果万一按推又有效的时候 那就可以证明 那他的说法就不合逻辑了 依我的看法 应该跟这个骨头无关 因为这个癒合是果嘛 痛也是果 果应该不会生果 是只有阴才会生果 啊 因是看不到 所以造出来的都是果 所以那为了证实 有没有是不是西医这样 原始点他本身就是治疗跟诊断结合在一起 所以当我一按 那马上就可以 患者就可以感受 如果我按了 他确实有效啊 比较不痛了 那他骨头又没有癒合的情况下 啊为什么有效 可见他好与不好 跟骨头的癒合就无关了 好啊刚刚按完他们按完 你有没有感觉腿比较松还是 有比较舒服一点 好那有比较舒服 他们已经证实我刚刚讲的 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诊断 就可以证明西医的诊断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他按不可能骨头癒合啊 那你为什么现在变轻松了 那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的痛根本跟那个有没有癒合无关 他是有提伤 也就是原始点讲的提伤 那应该要按开 你要真正要复健的就是要把这个臀部的筋 拉开而已啦 那只要拉得开你那个腿就好 那跟长短腿也无关 像这样哦 简单讲只有一个答案 一般是不不不 也不用其他 所以按完还要温度 就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比刚刚轻松 起来 然后开始慢慢走 对 试着走 对 对 对 就是先走几步 别急着先下评论 先要慢慢走是 是稍微可以的 有比之前来的时候好 有确定有比刚刚好 有 有比之前还没来 还没来按的时候好多了 有感觉了 有感觉比这好多了 那我确定 如果这样它再按 现在按完又更舒服一点 对不对 按完 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那就确定 它跟那个有没有癒合 无关 我现在就是先要确定这一点 对 那你们就安心了 方向就对了 后来还要开刀一次 那工程就浩大了 而且越割可能越 越严重 对 对 所以尽量不破坏它 我就是说 然后又能让它复原 但是这样走这边跟这边 也是会痛 好 你趴着吧 这一点痛不痛 对 刚刚有没有按到 刚刚这边 但是好像 刚才比较痛 好 好 会痛会痛 有有 这个很痛 这一点呢 也是会痛 这个 这个 这个还好 好 它的问题 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 都是痛点 对 这一排都是痛点 它的骨头在这里 骨头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往这里按 所以如果这样下来 它从这里 就会少掉一点 因为我看 明信你是不是第一点在这里按 你应该是在我持指这里按 我刚刚一直在注意 那也就是 我看你也没有比 因为它肉很多 肉很多 一般像这样 一定要比 也就是拿出来 好好端视一下 它骨头在这里 你看这么前面 所以我们的裤子 一般有 有比较长的裤 还有高一点 这种高一点 有些是短的 所以你如果看裤子 这样直接按 如果没有照我的步骤 很多都低一点 就没有按到 你看我即便做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个 这样下去 那我下去之后 一样照我们这样 平常这样 然后顶进来 好 那这个就一定是第一点 对不对 会痛啊 你看这么痛 你刚刚这一点应该没有按到吧 没有 这根本不需要用力啊 不是看长得很壮作 就一定要拼死拼活的按 不是这样 然后你越按越大力 绝对解不了症 你真的位置找出来 然后就这样放着 然后放着很轻松 然后这样你看 它就跳起来 你测试就是这样测试的 好 放松开 它不怕你 它肌肉是呈现松的 你不要一下子就让它下到 也就是一下子就下重所 然后像它那么严重 我也知道它一定是从表层痛到深层 所以你要揉到它的深层 你表层不解开 然后用力 它马上跟你对抗 你是解决不了它深层的症 那如果这样你们累的话 后勾就可以做出来 也是很轻松的做 这样还可以喔 是吧 这样也能接受对不对 这还可以 现在都可以接受了喔 这个比较 好你放松 当我慢慢来回多次 从表层之后 它的承受力就会慢慢加大 你表层没有揉开 你深层就进不了 所以很多重症 重病就失败了 那像这样的患者要按多久呢 我还没有按 我大概我第一步 这个要二三十分钟 不是这样 因为它要从表层入到深层 那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要深层硬杆 这种绝对解不了症 而且会失败高中 所以你就只好慢慢跟它磨 啊这个就是我找出磨的方法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揉的进去 然后它又能接受 然后它又能接受 这样有浅才能入深 我知道你这些 你这些从表层就在痛 我们再来一次看 你再感受看看 应该一次会比一次松 现在就比较连进去了 对不对 啊你就想 比较不会痛 跳起来 对不会跳起来 好其实我的力量一样 一样大 跟刚刚的力量一样 那就代表你表层的痛 已经我慢慢有帮你按开了 记得都要放松哦 要不就深呼吸哦 放松 放松 松呼吸 好慢慢起来 不急着走 先起来 站稳 对 对 调整姿势 然后调整完 慢慢走 一步慢慢滑 对 然后跟刚刚比较 看看 对 对 放轻松走 不会怎么样 比刚刚好一点 又比刚刚好 知道 要好一点 我了解 对 那个痛有没有减轻 比刚刚还要减轻 你再走 等一下你就知道 那走到最后你再跟我讲 对 好那走到这里再坐下来 好 对 那感觉那个痛 跟刚刚比较 看看 现在那个走路当然这里还是会痛 那跟原来的痛是不是有没有比较减轻 是有比刚刚更好一点 有比刚刚更好 但是走路可能久没走也不太敢走 这个我能理解 因为你久没有走 现在不可能一次恢复 那其实我刚刚还没有揉到很深层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会痛 所以我刚刚是有浅路深慢慢帮它按 那最后一次才最后站姿把你按得更深一点 你有没有注意 前面都是在跟你谋表层的 那你 我确定你这么严重一定是在深层 但我不可能一次把你深层就按好 我是要让你知道 一定要有表 要慢慢按进去 因为你整个腿已经太久没有走了 然后整个是奔紧的 然后按一下它就很痛 从表层就开始很痛 那你大力按也按不进去 一定要这样 然后甚至还要配合温敷 就是来要局部温敷 温敷松了再慢慢按 这样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等于方法都教你 但是这样我按下来就更可以确定一件事 西医说他骨头没有完全异合在 造成这样的痛 跟这个有关 那就可以进一步再推理 也就是他手术之后 他在复健当休他讲的还不错 然后之后疫情才这样 那这样又更证实西医讲的 又有问题了 因为当休如果没有愈合 你手术完也没有愈合嘛 对不对 那因为没有愈合而痛 那你不是在疫情之前才痛 应该是在疫情之前 因为他还是没有愈合嘛 还是在痛 那疫情过后还是没有愈合 那还是在痛 那如果照这样说 那疫情前他也应该痛啊 有有有有这个很明显 这个也萎缩 所以你根本就没力 然后久没有走了嘛 所以这个才是主因 你臀部把它按开了 然后它走路 然后有走路 它这里就慢慢 肌肉就会长起来 记得不是要去按这个 不是这个要靠运动 肌肉萎缩一定要靠运动 而不是按 它如果做得越久会越痛 对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这里腿痛 都是由屁股引起的 然后你做越久 屁股压得越死 它腿的疼痛就会加剧 了解 所以你有几个动作不能做 做 做是绝对万万不能做 你宁愿走也不要做 如果真的走累了 就直接躺下来 靠全身去压 不要用所有身体的力量都压在屁股 啊它压到屁股它就死了 就是好不了 然后它会越来越加重 但是我医院那个 副健是叫我脚不要伸起来 你喔 你现在这个都无关 你不要听医院的 你听我的没错 你现在所有的运动 为什么要走路 你其实要学着抬起来是对的 这个动作为什么 抬起来这里臀部有没有在动 你看 有 你现在所有运动就是要运动臀部 所以像你好将来喔 最好就是爬楼了 好 我再跟你讲喔 你不走路 你好不了 因为你不走路 你一定会做几个动作 你一定坐着看电视 我敢保证 然后越做越严重 那这一条腿就废了 刚刚我看这个很明显萎缩 我告诉你 你再坐下去它会更萎缩 所以你只能在家里做几个动作 你不是躺就是走 就是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 我告诉你 所有动作 你只要去仔细分析 不能压到屁股 然后所有的运动都要让屁股运动到 只要它有 那这个运动就可以 你这样走反而会 这样走 怪怪的没关系就对了 对 但是你先不要学用脚跟 开始要学抬腿 然后用脚尖 对对对 用脚尖去踩 对 这一步很重要 对 用脚尖 不是用脚跟 因为脚跟会伤屁股 脚跟会伤屁股 我因为看你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它用脚尖也走得那么好 为什么会用脚跟呢 没有 我用脚跟走是副健是教我这样走的 错 哎呦 所以这一群人 脚跟会直接踩到屁股 会伤到 哎呀 原来是 然后学一些错误的东西 难怪越来越严重 我告诉你 屁股引起的不能用脚跟走 好 记得 借记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一个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拿拐杖进来 然后寸步难行 那我们志工帮他做了 有稍微好 那我看好像改善还不大 但他太太就是问了很多问题 那刚刚影片中大家也听到了 因为西医说他开完刀一年多了 但是骨头还不能愈合 还没有伸出来 所以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那患者听说有延时点 所以才过来 那我帮他处理完之后 我发现他很多观念是错误的 比如他是用脚跟走 听说副健师叫他这样 然后又不敢走路 因为他痛就不敢走路 然后每天就坐着看电视 然后连肌肉都萎缩了 所以他也没什么力 所以只要走路他都一定会拿拐杖 但最后我看他按完痛也减轻了 然后走路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走路 出去的时候我就叫他走路回家了 不要再拿拐杖没有那么严重 可见这个患者被这些错误的观念 怕到就只能坐着看电视也不敢走路 然后肌肉也萎缩 看起来好像是蛮严重 如果再这样下去 即便他开刀我看也很难逃 而且再来他小腿肌肉也开始都在萎缩了 没有力 所以按完然后教他应该怎么走路 然后怎么抬腿 所以回去的时候我就感觉 他走路其实蛮正常 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所以有一个如果一个观念不清楚 你看这一条腿可能就影响到情深 他不运动肌肉也萎缩 我相信他以后就是因为没有运动 饮食也开始吸收不良 那有些人做久了也会肥胖 更增加重量 然后脚又更不敢走 会变成热性循环 所以只要把痛点找出来 然后跟他讲原因 然后应该怎么样来做复健 自己就可以复健 也不用再去强调给人家怎么样按啊 或是抬腿啊 只要他这样照正常走 我只是教他正常走 他愿意这样走 然后以后稍微有 脚比较有力就开始爬楼 我相信这个应该可以完全好 而且跟那个西医的照出来的说虎头不能溺合 很明显是五官的 好 这个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实作教学3 咳嗽 他有咳嗽 咳嗽一般是上背部有痛点 那你们刚刚找都没有痛点是吧 你们在找肩胛骨 我跟你讲咳嗽一定是大开关 我说这些都还算小开关 所以一定是大开关把它找出来 那依我的经验 咳嗽上背部一定有痛点 如果没有找出来 就是你们没有按对 也就是你们压痛点没有找出来 好 那既然没有找出来 我刚刚也找 他其实这两侧都 对吧 对 我再按一下 那我刚开始按 我只是这样找 我就已经找出来 对吧 你们刚刚有看 这种力量很轻 不会很痛 他已经有感受 对不对 这里也痛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 他根本不用找到那个 就在骨旁就可以找得到 好 那接下来这里就没有痛点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一边应该也是 对 对 对 这里也痛 所以很明显啊 他有痛点了 所以 照正常的手法应该就要可以按得出来 好 这一边也是痛 好 这一边也是痛 好 这一边也痛 是吧 对 这一边 哦 那就是这两点 对 这里也是这两点 对 所以 你说他晚上半夜都会咳是吧 就是一点睡觉 那四点就会咳起来 每次到晚上四点 四五点 四五点 已经有 差不多一整年了 快一整年了 如果快一整年 那这里你们的体伤都没有解除 所以有症状一定有体伤 啊 体伤一定要再大开关长 所以 这里 你们没有 如果没有揉开的话 他不会好 光靠温敷 因为他有时候在深层 你靠温敷有时候也 所以这个还是要揉开 所以 这也是牵扯基本功 这个 这个一定要放松 沉下来 工具带下来 那这样轻轻的 没有压破才能揉进去 所以你看得出来 应该我也没有什么用力 那这样就可以揉出来 这一边也是一样 它的重点 这个很明确啊 所以 很多人没有帮你按出来是吗 是有痛 没有 没有那么激烈 没有像我这么激烈 对啊 有什么痛 就稍微痛痛的 稍微痛痛的而已 稍微痛痛的而已 我为什么会那么激烈 你感觉我这样就为什么那么激烈 是 按到很深层的 确定 是因为我按深层你才更痛 有激烈感 所以等于没有人帮你按到那么深层 这一年来 是吧 这两个礼拜 这一两个礼拜 那 这个你确实要加强 好 那我按给你看 好 这里应该都很痛 放松 你这样再跟我对抗 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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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吼深呼吸看看 现在有没有比较舒服一点 你起来看看 可以了 好 你看这样按比较深层的感觉 呼吸看看 紅 眼睛比較金 眼睛比較亮 這個烤到眼睛來 開玩笑 你咄嗽 胸會不會悶 有時候 這裡會對 那跟我找的一樣 你看這裡 對過來這裡 不要按前面 所以像這種 不舒服 對 其實他的問題就是 深層這裡沒有解症 這裡只要解症 他這個問題都可以解決 所以 你這裡的問題是這裡引起的 包括你 半夜我就是 清晨四五點 是吧 咳嗽其實也是這裡 體傷沒有解決 其實他怕的是蠻理的 其實你可以深也可以淺 淺就不會 我力量也是一樣 我這樣他怎麼會 但是我這樣 我再沉下來他就會 這樣的力量他就受不了 那所以力量不在於這裡 這裡我都沒有用力 我深跟淺都不在 力量不在這裡 我是在這裡的動作 我譬如說 我這一手 扶著把身體頂起來 那這樣就很淺啦 那我很淺 我就這樣 這樣等於就是舒緩 那這樣 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這一邊也是 這樣是不是蠻舒服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看你怎麼樣來解釋 那你要解症的話 就不是這樣 譬如說 如果要解症 那就是怎麼樣 剛才那樣 對 這樣 我就潛一下 把攻擊帶下 但我的手 依然是都沒有處理 我只是這樣 但這樣他就會 開始感覺了 對不對 有壓力了 好 那我不要 我只是舒緩 我就起來 有沒有 注意我的腳跟 把身體挺起來 有沒有 好 這樣就不會了 對不對 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在看我深淺 其實不是用手的力量 因為我手這裡都沒有變 其實要看 是要看我這裡的變化 這樣 我這樣就可以深了 嗯 那這樣也沒有壓迫感 所以深淺不是用手的力量 手絕對不能出力 你手的出力 即便滿力也揉不進去 因為你太硬了 他會跟你對怕 所以你揉的是表層 他也不能結症 所以他有技巧 如果要 要進去要揉到深層 就是要用身體來掌控那個工具 最深的按法 你可以甚至用弓箭布 比如說 這裡 你也可以這樣按 或是這樣按都可以 尤其這樣弓箭布 那個可以按到很深 但我認為他還沒必要 就是 一般的這樣姿勢就可以按出來 好 你來試試看 我看看 這樣可以喔 可以 這樣就是舒緩 舒緩 這個叫做舒緩 因為你身體沒有沉下去就是舒緩 啊手永遠不變 手都是這麼輕柔 所以我的身不是靠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絕對揉不進去 而且會傷到患者 深層 好 那你深層看看 來 好 手不能用力喔 都是只有身體 來 沉下去 甚至這一手也沉下去 整個身體 沉下去 把工具帶下去 有沒有比較深啊 有啊 有喔 這個我常常講很多人搞不清楚 輕跟重 由淺入深 由輕而重 輕以為是用力輕一點 重以為是用力重一點 完全誤會我的意思 是身體在掌控 然後這樣的力量 你看手很柔 它即便柔到深層 也不會傷害到它 欸 你不錯啊 一講就懂我意思 你的腳齁再 不要張那麼開 再靠攏一點 對 再寬一點點 因為你身高 好 就這樣 這樣你更容易揉深跟淺 更能為層次分明 要不要蹲太多 現在不要蹲 因為它剛剛被我揉痛 你先用淺層的 欸 這樣按 等一下你幫它按一按 然後我叫你生你再生 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學起來 跳一下 幅度大一點 因為你手是放鬆的 所以就不會在乎它那個跳 好 你就不要管它跳不跳 因為每個人的筋不一樣 有些人會跳 有些人不會跳 啊一到跳你就跟手跟著它跳 這樣就對了 喔 對對對 那注意力量跳 欸 這個跳不跳不管它 這個就這樣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你只要手放鬆 就不會有事 記得我講 很多人就是硬幫幫 這跳就跳不過了 然後看起來就不流暢 你還算流暢 這個沒關係 好 那這樣慢慢伸層 欸 腳不要動 以後習慣 下盤就不動 好 那伸下盤慢慢前一些 腳 腳要微蹲 是腳微蹲 好 腳往兩側 欸 這樣就沉下去了 有沒有 還是把攻擊帶下去 有沒有 有 有 幅度如果能夠再大一點更好 因為你手是鬆的 幅度可以來回大一點 對 不求快來回幅度大一點 就能撥到筋 哇 你學得好 看得出來 說好 對 那你以前不懂得沉對不對 沒有沉下去 沒有沉下去 所以你是在表層 他需要的就是表層 慢慢流進去到深層 你看應該這樣會很舒服才對 對 是喔 我告訴你 你那裡的痛就是這裡面前 那這個要有潛入身 慢慢幫你走進去 那再溫服熱源再進去 那這個這樣就解決了 那其他的部位喔 按法原理都是一樣 一定是身體來掌控工具 如果不懂用身體 只是用蠻力的那個都不行 也就是像你這種深層的 裝病就按不出來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個影片喔 可以來說明我們 就是在教手法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姿勢很重要 然後要由潛入身 很多人 潛跟深都是用手的力量在做 來跳掌控 那是不對的 那一定要用身體來配合 然後把工具帶下去 然後真正身體 其實上半身是比較不動的 真正身體是來自於下盤 也就是雙腿 你要按到深層 那個腿一定要蹲下去 然後蹲下去 上半身其實是不大動的 上半身還有手都是不動的 固定 然後你下盤圍蹲之後 就可以把身體帶下來 然後身體也年代的 把我們整個手的工具也帶下來 這樣的力量就能夠達到 我說的由潛入身 那這樣到深層也不會有壓迫感 又能解症 這個臨床上蠻重要 這也是我們書上講的 有些人就是不懂 然後按推 他好像一直按 然後患者也很痛 但他就是不能解症 就是不懂得要用身體來調控 他不能用蠻力 你患者一痛 你又用蠻力 那兩者互相對抗 你累 患者也累 然後你也容易受傷 那患者的症也不一定能解除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然後這個患者的家屬 孩子 他的孩子學得特別快 悟性特別高 你看剛剛他那個姿勢 比我們很多志工都還要好 然後告訴他怎麼有潛入身 一下子點 哇他就馬上能懂我的意思 這樣我是很難見到 所以有時候志工在學學了老飯店 我跟他這樣講 他們也未必能領悟到 但這一個患者的孩子 確實是不錯 他我一講完他就懂得 怎麼來有潛入身 然後來幫他父親解症 那大家也看到了一個咳嗽 咳一年 一定是體傷沒有解決的 那他們之前有時候 大開關也不是特別重視 反而去在肩胛骨內側炎找痛點 那即便大開關有找到 那個力量都是表層 因為他們也不懂得要有潛入身 所以也沒辦法幫他真正解症 所以這個在臨床上很多失敗 大家以為都是可能熱源用不對 我發現常常不是熱源 現在大家熱源好像都比較會用 比如紅豆袋溫膚 甚至塗薑粉泥 也會用 但是症狀就是好不了 理由很簡單 就是他的按推手法出了問題 所以這個患者指的大家 在學手法的時候 仔細去揣摩一下 那如果以後遇到症不能解除 症的不適感多數他處體傷 不能解症 一定要再看看我的影片 到底你的手法有沒有出問題 這個很重要 好 那我這個就補充到這裡 實作教學4 胰臟癌 胆囊也拿掉了 對 他也沒跟我講 就把我拿掉 哎呦 檢查出來就拿 沒有檢查就是開刀 他就把我拿掉 本來要把我的胰臟去 結果遺障都沒動到 也沒告訴我們是癌 也都沒有告訴我們說 是第四個 這麼狠喔 對 這真的是沒有講 我們做家屬很遠 不知道他是得癌症 哎呀 叫北榮 而且很有名的 十一名教授 很有名 我們是因為他有名 我們才去 他只告訴我們說 就是啊 遺障這個地方 有點發炎 砸了一點中心 腫瘤 他說什麼二點起五分 本來是一點六 他說長太快了 所以我們要把他切除掉 結果一打開以後 他說 哎 把他膽拿掉 他說那個不能切 因為擴散了 然後要我們做化療 那他又說擴散 那就是 又把你手術 又要做化療 那等於是 你已經被認定是第四個 對 對 後來我們就沒有做 他也幫我裝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 他全部不知道 所以這樣裝好 我們準備要裝好 盡量按照師姐教我的 我給他按 然後再買薑泥給他塗 那我還有用地瓜葉 跟那個薑汁啊 我煮那個 我也去買那個薑片 那就給他煮了以後 那個薑汁 放到地瓜葉裡面 我打那個果汁 還有蘋果 還有那個奇異果 跟薑汁 過在裡面 給他打給他喝 你要大便倒不出來 結果他倒出來 可是你很多觀念還是不清楚 是是 這個會很有問題 真的 因為我就明著講 原始點在醫療與保健那一天 我書上都有寫 你們一定要看 我說過了 原始點就是因為研究癌 那癌到最後 重點能不能活 不是看癌腫瘤 所以你那一刀在我看法是多餘 而且甚至破壞體質 不可取 但是你們是在莫名其妙被割了 真的不是 但是割了之後 你就要有一些正確觀念 書真的一定要看 而且我每個禮拜天都有直播 全球直播 一定要看 譬如說薑粉梨 如果說這些果 果汁啦 你說的蘋果啦 奇異果啦 或是什麼樣 打然後一起混揚 能夠用我早就用 因為我早期我太太到山上 我們都蠻有機的 甚至生肌飲食什麼我都搞過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都搞過 然後我太太越來越發嚴重 我就發現這裡太多問題了 一定要一一釐清 所以才會之後又花了將近20年 去研究癌 那又因為實際上我又臨床了 常常在第一線嘛 早期都在第一線做 所以很快就慢慢把一些問題理清 其實那個我說的 最重要書本上一句話就是 所有疾病皆因體相及熱能不足 熱能不足就是寒啦 簡單講再把它具體化就是寒 那寒你水果全部是寒的 你又用寒來 那不就是又讓病情加重了嗎 你真的不要吃水果 好 那以胰臟癌齁齁 你也不要被西醫嚇不高 因為西醫的胰臟癌 人致意的非常少 包括最近一個隱心 好像八哥是嗎 對 你們應該也有看 那個才發作沒有多久就掛了 對 你想想看 這個其實在我看法根本都不會死 大部分就是因為它剛好在胃啊肝啊 那一區很比較深層 對 比較不容易發現也是不容易做 所以西醫常常是束手無策 要動又常常動不了 然後要化療全身都討細胞也殺 到最後就熱能嚴重不足 就最後就會過 是這樣來 老實講 我認為胰臟癌絕對不會掛 癌本身就不會掛 而重點在 你有沒有體力 但我相信你這一次手術 多少會影響體力 宣判胰臟癌是最讓人絕望的 你有沒有被打倒 剛開始有 剛開始有 後來我不相信 我覺得我還很有活力 因為癌跟體力無關 我只能這樣講 癌本身也不一定有症狀 也跟症狀無關 因為果不生果 所以你不用去否定 你有沒有得癌 在我看法癌只是一個衰老敗壞的現象 而根本他 因為他沒有症狀 也不會怎麼樣 是你一直搞他 搞到最後你身體就會很多病 比如手術 化療 身體開始虛 然後體傷加重 然後很多症狀就出來 這個時候才會有 所以癌跟症狀是無關 所以你說你沒有症狀 所以你否定癌 不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癌本來就跟症狀無關 所以你根本不用怕他 你就是你一定要用智慧去理解他 你才會從內心確定 我沒有問題 我只要把體力搞好 記得喔 只要把體力搞好 然後體傷這個部分 可以借助原始點按推 還有熱源的補充 他就可以恢復 然後胰臟癌我告訴你 去西醫久死一生 其實我沒有聽過是成功的 所以西醫會很有理由 最後把你搞到怎麼樣 他很有理由 別人也是這樣死啊 所以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所以但是我只要確定你有體力 我就可以跟你確定 你死不了了 然後你又懂得手術完馬上立刻來 他還有什麼問題 他現在就是 他跟我說今天有排便 所以有一點力顆粒 我是建議他你一定要灌腸 因為東西拿回去 他說看到那個管子 他就嚇到自己會打邊 一定要灌腸 然後你又有一個顆粒 其實灌腸不是什麼侵入性 在我看法不是 他就像 他因為是在這裡邪熱以下的 胃腸所有的問題 我比較主張用薑罐腸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喝薑湯進去 他還要通過食道到胃 然後還有腸 然後到被吸收 已經大部分消耗掉了 這裡比較快 然後進去又有一個好處 因為剛好你也便密 然後進去他溫熱之後 這裡很快就溫熱 然後他那個水會排出來 順便也把一些素便清出來 這樣會體力越來越好啊 你不做你要做什麼 那這個會比外熱源塗薑粉泥還要快速 好 好 好 就是腸胃胰臟這些肝膽的問題 通通是我會認為 第一方的熱源就是薑罐腸 好 體力也會變好 我告訴你 你決定不走西醫的路 因為西醫這一條路你也不用考慮 因為以胰臟癌 尤其又第四期了 你又被割了 我只能說你籌碼不多 籌碼不多走那一條路應該不會走出來 那就是要靠運動 然後如果你已經確定要走延時點 一定記得我講 禮拜天那個課你跟你先生都要看 9點到11點直播的 然後書又有看 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你會一清二楚 這樣走會走得很堅定 很有信心 那不會亂想就不會消耗熱點 那這樣我認為一定會好 那你說他的背部痛點知道在哪裡 可能就是在我們下背部的上來一點點 就是一個胃對過來這個地方 只有這裡有 那地方滲進去他第一次做全身很痛 後來慢慢改善 現在只滲多少 今天來好像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對 其他的痛點都沒有 好我等一下幫你再查一下 其實喔 我跟你講實在話 中醫有一個問題 他認為體質有分寒有分熱 然後所以他有時候會開溫藥 有時候也會開寒涼藥 但我曾經有患者就是因為吃了寒涼藥 吃到連走路都走沒辦法走 這樣的案例我也遇過 我不知道你們出去會遇到哪一種醫師 因為中醫師還有派別的 不是你們想像這樣 譬如喔 有金方學派的 就是張仲錦那一派的 也有溫補學派的 到了後來到明清時代 又有溫病學派專門開安陽 他認為很多病都是安陽 那到了民國以後大陸又興起一派 叫做火神派 那火神派都開溫熱藥 那你看中藥就有那麼多醫師的派別 對 你能遇到什麼醫師我都不知道 我也已經把這個病說到很簡單 所有的病皆因體傷 體傷就是把痛點 壓痛點找出來按推嘛 那你的症就解決了嘛 不適感就解決了 然後體質的改善 如果要熱源的話 那就是薑湯生湯 我已經告訴你 這麼簡單你還要複雜化 那不是走回頭路嘛 而且你遇到的醫師 又不一定開出來藥符合你 而且我也只能跟你講 你如果看我的書我都有洗 沒有一種藥沒有一方 可以治一種病 沒有這樣 因為你所有的藥進去都要體質去吸收 最後真正能改變你這些症狀 是你自己本身 我覺得你看醫療與保健我都有講 對不對 你這些熱源它不是能治病 它是補充你 讓你轉換成熱能 然後推動組織器官維持正常運作 你才會沒有病 所以這些熱源 包括中藥也好 薑湯也好 它只是一個熱源 就像汽車的汽油 只是補充你 但汽車要開得走 不是汽車有開得動的功能 它只是補充它一個熱能而已 然後讓它能夠開起來 有汽油可以轉換成這些功能 它才跑得動 所以真正能跑得動 是汽車本身的設備 就像我們人體的組織器官 中藥只是維持它一個正常運作而已 我這樣講你理解 所以它不可能治病 如果人說中藥人治病或江人治病 那就如同說汽油有導航系統 還有空調系統 這個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嘛 它是那個 你雖然沒有油當然這些油 然後發動好像都有導航什麼 但是那個是有設備引起的 對 所以你組織器官它本身就有修復力 所以它本 你最後好都是身體幫你醫療 而不是江 也不是生 也不是中藥 那你這樣理解了就完全清楚了 那這些熱源就是補充你 你真的沒有它也不行 你人死無骨嘛 你都不吃你也好活不了 那一定要借助這些 那這些讓你身體能夠吸收 才能有維持正常運作 但不能說它有治病功效 真正治病是你自己而生 所以一定為什麼要叫你們運動 休息還有觀念正確 要不然你看 如果你今天來 然後觀念還不清楚 明天又跑中藥 那中藥吃一次又沒有消 你又跑到西藥 西藥 啊又割了 啊以後又壞了 不是一大堆次又重新來過嗎 這個沒有用 這個很痛 這裡會痛啊 對但可以認 好 所以你有 你有這些腫瘤一定背後有體傷 嗯 這裡會不會痛 不會 喔那就只有這一點 對 這裡都不會喔 不會 好那我另外一邊 這裡痛不痛 嗯 有一點 有 這裡呢 還好 其他都還好啦 那我再深層一點 好 你再看看 喔這會痛 不會齁 嗯 這樣呢 也會 也會齁 這個都會了齁 不會 嗯 這個也會對不對 對 這裡更痛對不對 對 這裡呢 也會痛 也會 這裡呢 不會 不會齁 我這麼大力還不會 那就確定不會 這裡呢 不會 不會 這麼大力也不會 好那這樣就OK了 對 然後再來你看看 這裡會不會 會了齁 這裡會不會 會 也會 這裡更會 對 好 這裡呢 也會 也會 這裡呢 不會 不會 好 這裡都不會 對 那我再繼續幫你找看看 上面還有沒有 這一點會不會 還好 這裡 嗯 也會痛 但沒有 沒有那麼明顯 對對 這裡就開始了 對對 對 好 OK 這也沒有 這裡也沒有 對 這裡還好 還好 不然這個會痛 這裡也會 好 那你比我想像還要長 你的體傷這麼一大段 都會 然後這裡是比較深層一點 所以我一般早 都會油青而重 油青就是這樣 輕輕放 這樣檢查就可以檢查 這是第一遍 這個都 算是我一般的力 那 油青青它這裡就在痛 就是你們找的 就是 這些 然後它到這裡就會痛 然後我稍微重 重也不是用手的力量 就是我稍微身體沉下來 稍微沉 那這樣一樣按 你看它就痛了 你們少了這個動作 所以 這個一定要 還要逆襲 所以 如果檢查最好 那這個也不是很重 也不是很深 只是比一般的力道 還要深層一點 我只是稍微戴下來 好 你看我這樣揉 我也戴下來 這樣它就不會痛 那這個就確定 真的不痛了 那表示它真的有問題 這裡都有問題 而且比你們找的還要多 就是它這裡比較痛 但這裡也出了問題 那這個要按開來 好 我再幫它解決 都還可以承受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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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按完舒服吗 现在这样 下护肤不会痛 下护肤不会痛 你本来会痛 那我按上面下护肤就改善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所以这里对过来往上找 那应该会找到痛 所以不是一定是对过来 所以有时候在上面 那为什么会长肿油 就是有体伤 然后你那个体伤还蛮长的 不是只有一点 比较明显的是这样 然后再深层一点 连上面这一段也会 他们下一次来会帮你再加强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是胰胀癌 就如同刚刚影片所述的 西医一检查出来 就把他的胆也割除了 然后发现他已经转移 然后要叫他化疗 也就是已经一障碍末期了 那这样患者本来是以为检查 结果没有想到检查过程中 连胆也被西医手术掉 那后悔也没办法 所以他们就开始 听说有原始点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就来 那我看到他其实他已经来了几次 我们志工也都有帮他 然后他体力已经 我看他第一次已经开始慢慢好转 那大家也看到 我刚也跟他沟通一些观念 那患者也都蛮能接受 那唯一一点最后就是 我再帮他找找看 因为我们志工说他就是 背后对过来背部 上背部那里有一两个痛点 好像不多 但我最后轻轻按我就找出来 确实志工找的没有错 然后再来我就把工具 由深层一点 也就是我脚蹲低一点点 然后手还是很轻松的 这样找他连上面 上背部那里都有痛点 等于算一大段吧 都有痛点 所以癌症在我的印象中 一般在脊椎两侧 肺癌 乳癌 在上背部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像胰胀癌 胃癌 有时候会在上背部或下来一点点 然后到下背部那对过来都会有痛点 那这个胰胀癌它是痛点都在上背部 所以有时候志工在找 有时候考试是大家教各位手法 大家都是一般都习惯用这样的力道 但有些要油浅入深 到深层有些志工就会忽略掉 或做不出来 他有些是不懂得 脚要蹲低一点 把空气带深层一点 那今天刚好有两个患者 上一个视频 他孩子按他爸爸他也是癌症 然后又咳了一年多 那这个也是他胰胀癌刚检查出来 但有浅入深 好像这两位都没有做到深层 那一般在检查的时候 如果大家把基本功做好 也就是平常我那个手法 教你们这样按 然后如果要按深层 记得下盘 他力量是来自于下盘 也就是腿 腿一定要蹲下来 把整个身体带下来 然后顺便把空气带下来 这样才能够按得到 那这样就能帮他体伤解决 那热炎也比较容易进去 以后的问题就化解于无形中 如果有症状 当然他像这个胰胀癌 他本来腹部有痛 结果他腹部痛 结果是上背部 痛点都在上背部 按完他就立刻改善 所以解症手法很重要 我只能这样说 这个患者我就补充说明到这样 张医师答疑 提问 下咽癌 转食管中断 肿瘤 男 70岁 2017年做猴径 诊断为下咽癌 做了全猴切除手术 术后 30次放疗 再每周一次小化疗 六周 过后身体恢复正常 2019年7月底 突然吃饭 卡住 咽不下去 诊断为 食管中断肿瘤 医生建议放化疗 32次放疗 4次化疗 当时身体很虚 2020年8月 在家突然晕厥 做全身检查 诊断为 左部近动脉 血栓毒 50% 到了2021年6月底 体重减轻15公斤 进食难咽 走路呼吸困难 再次诊断为 纵隔淋巴结 恶性病变 包绕气管 及大血管生长 医生说 随时有生命危险 2021年8月19日 第一次通过原始点观察 患者体力虚弱 发音困难 脸上有黑气 愁眉不展 很瘦 不想动 一动就喘 肩颈结合处 有一种块 已爆破 有浓的组织液流出 下腹部瘴气 胃口不佳 精神状态 尾尼不振 一 按推 头颈部 上下背部 内外肩胛 换出周围压痛点 二 饮食 每天早餐 以粥和鸭蛋为主 中午以吃面为主 晚饭 以米饭为主 搭配少量蔬菜 和昏汤 每天吃的面 菜 和汤 都加碧鲁姜粉 和胡椒粉 三 心情 从2021年8月20日开始 远续点调理后 体力好转 心情愉悦 四 运动 每天爬楼梯 200节左右 两节一爬 天气热的时候 去广场散步 拍树 晒太阳 五 睡眠 午休一小时左右 夜里睡 56小时左右 六 外热源 热敷 按推后 涂抹姜粉泥 远红外线 照光 七 逆热源 每天70克红参 早上起床后 肿块流出的阻子液 用吹风机吹干 并用吹风机 把肿块周围吹软 接着在肿块周围 按推 同时找压痛点 从轻到重 反复多次按推 直到有阻力液 和少量血液流出 然后 用棉签清理干净 再用浓姜汤 将肿块处 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后 用吹风机 循环吹干 然后肿块处 喷一薄层 碧露姜粉 喷之后 疼痛能忍 所以现在改喷姜素 先煮块周围 涂抹 深姜乳液 白天肿块处 一直红外线照光 看到肿块处 由阻子液流出时 立即清理干净 然后 喷一薄层姜素 并用吹风机吹干 肿块每天清洗 早中晚三次 晚上九点左右 到早上七点 一整夜 红外心照光 目前患者精神状态和体力 和之前相比 好了很多 胃口也可以 体重 体重也增加了十几筋 现在主要症状就是 右手抬不起 抬起会牵住肩颈结合出痛 播放按推视频 得热达 2号 7号 0号 3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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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2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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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